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有点像天气女郎 其实是回到我们的云屏车的栏目 这个栏目顾名思义 就是纸上谈兵 我们就坐在这里看着图片 来跟大家聊些事 但是这一集的云屏车 我并不是真的纸上谈兵 大家看这个场景 这个其实是我的实拍图 这是我上两周刚去了日本的东京车展 东京车展上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 但是如果在现场要讲的话 我总觉得环境太仓促了 还有就是这回我是跟丰田去的 除了看车展以外 我还去参观了丰田的一些很重要的战略设施 这些东西在现场信息量非常大 我就觉得还是要回来思考一下 酝酿一下 沉淀一下 沉淀出来就是今天 我这里大概有100张图片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是丰田要传递的信息 一个是我对于他们 要传递这些信息的一些解读 下面我们就开始 我们首先从东京车展说起 这个是今年东京车展的展馆 叫做BigSight 在东京的一个海边 然后今年的车展 其实因为他们要准备明年的奥运会的关系 很多的场馆都在装修 所以今年的展馆是非常小的 而且散在两个地方非常麻烦 我们来看一下 车展里面的画风自然就是这样的 你看 这个是本田的展台 早上8点45就准备开发布会了 这个幕布底下的就是新的飞度 我们也都给大家介绍过了 切开之后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是马自达的展台 黑压压的都是人 然后这里是陵幕的展台 东京车展有意思的是 会有摩托车很大的展区 因为日本的几个品牌 陵幕、YAMAHA、Kawasaki 包括本田 他们都是世界摩托车的大厂 所以东京车展的主场馆 大概你会看到有三分一的面积 都是在展示各种的漂亮厉害的摩托车 然后这是YAMAHA的展台 你看除了厉害的摩托车之外 他们还有未来的一些电力驱动的沙滩车 还有电的轮椅 这也是这回东京车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未来出行 待会我们讲了更多 这个是雷克萨斯展台 展了一台非常前卫的概念车 这些都是展车 下面我们移步到另一个展区 这个展区在日本的 东京的另一个区域 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叫做有名展区 这边叫做青海展区 青海展区就只有丰田 还有带着一些像SBARRO、大发、 一世主席、五十零 其实不是很主流 主流是雷克萨斯、马自达、奔驰、本田 在那边刚才我们看的总体的主展馆 那丰田去了另一个展馆 这个另一个展馆的画风是这样的 这个是丰田的展台 看到吗?空空荡荡 没有车 这是发布会之前 也是空空荡荡的 我们只看到了丰田张兰 以这么一个形象 就一个卡通形象 做着一个扫帚 站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来看 就是这个形象 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丰田社长丰田张兰现在 他很会玩自己 他很放得开 就把自己做成了这样的卡通人物 因为他非常注重企业的年轻化 就希望能够跟当下的这个年轻人去沟通 然后张兰出场之后 我是第一次在现场看他发布会上在解说 这个人真的是很有激情 不像那些一般的日本的那些高管 他就很有激情 真的一出来 说话的声调什么的 我觉得激情的程度有点像我 说话这么有激情 然后他的演说很有意思 他讲到了过去古时候 我们是坐马车的 未来我们要做什么 这是丰田这回要发的一些产品 这个叫做e-pilot 这个像一个小的巴士一样 这个巴士我一会会讲到 这台车是丰田这回发布的一个主产品 它会应用 一会跟大家讲它怎么应用 同时张兰也讲到了Fun2Drive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个赛车手 他是喜欢开车的 怎么样实现Fun2Drive呢 他就说以后我们开车 就像现在的人骑马一样了 车都变自动驾驶了 但是现在的人骑马怎么样 就是专门去到一个场地去 作为一种娱乐项目这样去开车 所以他们就造了这样一台车 这个车是前后两个座位的 前面一个后面一个 然后专门是用来for fun for驾驶的 这是丰田这回拿出来 当然这个车看样子都知道 不知道猴年马月才会投产 后面是这个样子 完全就是个玩具 然后这个才是丰田这回 他们要发布的一个核心的战略 就是Mobility for all 也就是丰田他要从一个汽车制造商 要转型成为一个未来的人类的移动出行服务商 Mobility就是移动出行的意思 而且是for all 不只是for driver for car owners 他还要for all 就是所有的人 所以你会看到底下的车就很有意思了 我跟大家这里可以跟大家数一下 这台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叫做e-pilot 这台车将会是未来明年的 东京奥运会奥运村里面的运动员的代步车 它是全自动驾驶的 然后这台其实是一台高尔夫球车 它是精装修的 他们也演示了一下 这个车其实我觉得很漂亮的 可以短距离代步行驶的 会有奥运会的志愿者来驾驶 然后载这些包括轮椅什么人 都可以方便的上下车 这台叫做LQ 这台车是一台讲究爱车的未来的私家车 这台是他们的全自动驾驶的L4级别的试验车 这台是氢燃料电池的大巴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车 这是丰田的一个整个未来出行移动的版图 非常有意思的是你看到这里有一堆的老年代步车 或者玩具车 从小的到再小的到轮椅车什么的 确实丰田的认知 他们认为未来的出行随着社会的老年化 出行就将会是越来越小型化和短途化 而不是我们现在成天说 电动车要有多少的续航里程 这还是中国 中国现在社会虽然开始老年化了 但是总体上我们消费的群体还是比较年轻力壮的 大家还是在想着我们要去哪里玩 去哪里过我们生活 但是日本不是 日本的主流社会真的就是老年化了 所以你看他这里说 视力判断力的降低 家人的反对 你看家人反对你开车 是吧 然后超了驾驶年龄也不能驾驶了 还有疲劳 还有盘山 就走路都走不动了 然后体能下降 于是人就从开汽车到开自行车到步行 最后倒要坐轮椅 这是不是很残酷 但是事实上这就是丰田对于未来出行需求的思考 这个思考 他就专门为了去跟我们解释他们这个思考 开了一个很大型的发布会 丰田这回在全球请了三四百个媒体 其中中国媒体占了很大很大一个比重 还有几十人 我们就坐在这么一个会议室 听了三天的课 这三天课就是在交流丰田的很多的 关于未来动力 未来车型的一些心得 其中他提了两个问题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第一个就是说 你是否认为同时开发所有类型的电动化汽车 将会导致效率低下 而应该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EV车型的开发呢? 他的意思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寒沙摄影 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像欧洲的厂商那样 不做混动了 不做插电了 直接所有资源投入进去做纯电 现在你看到大众啊 宝马啊 奥迪啊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所有的赌注就压在纯电上 丰田说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好的呢? 你像丰田这样全部这样去做开发 是不是就效率低下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是否认为实现全球范围的二氧化碳减排 最好方法是同时向市场供应所有类型的电动化车辆 从而满足用户的需求呢? 就是说怎样才能真正的降低二氧化碳的减排呢? 是造很多的纯电动车 还是说同时造混动 造插电造等等的车型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丰田拿出来的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一个表格 我们都知道二氧化碳是现在全球的政府要求厂家 要去降低二氧化碳 其中政府制定了很多很严格的 比如说2020年的指标 2025年的限制 2030年的限制 你看不断的降低 其中丰田说他们现在自己的位置在这 这已经是目前所有的整车厂商里头最接近2020年的指标的一个厂商了 其中丰田的一些车型 你看它这里写到了汽油车 其实勉勉强强达到2019年的标准 但是2020年的标准达不到 2025更达不到 但是丰田的目前的普瑞斯 已经超越了2025年的标准 普瑞斯这款单一车型 它已经可以满足2025年标准 目前的普瑞斯PHEV就是插电混动的普瑞斯 已经远远超过了2030年的标准 再来当然 纯电动车、氢燃料车这些它的标准会更加低 但是问题就在这了 你看一下 丰田发现以目前的EV和FCV就是氢燃料电池车的销量 目前即便你卖到整个市场的20% 你的整个二氧化碳的排放其实也是只是降低了一点点 就我们把总排放设定为100的话 目前的EV的销量它只能降低20%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 但是如果加速推进其他的车型的普及 包括什么PHEV 包括混动车型 那可以在现有的销量基础上 把整个排放降到现在的48% 其实换句话说 这个有点复杂 换句话说 就是如果世界上有更多的普瑞斯 有更多的丰田的油电混动车型 二氧化碳的排放可以得到真正的减排 而不是说像我们这样非常困难的去卖纯电动车 因为纯电动车的销量其实真的是不大的 待会会有一个图 丰田就跟我们分析了制约点在哪里 你看这里是不同的车型 混合动力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注意一下黄色这个部分是电池 然后这边是纯电动的EV 有一个更大的电池 氢燃料的FCEV 小小的电池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 电池始终是制约未来的新能源车的 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 因为这四种车 他们都需要电池 你看他们会有一些其他的部分不一样 但是电池是都需要的 所以丰田就回顾了说 他们其实研究电池也研究了很久 1925年开始就做电池 然后1997年的普瑞斯 他们已经在做裂氢电池 2003年 丰田其实就已经实现了锂电池的商业化应用 然后到21世纪 丰田现在全面要去研发的是全固态电池 关于全固态电池 我专门跟他们的一个总工程师聊过 他们说这个东西现在真的是很有前景 因为全固态电池实现之后 它可以解决现在的锂电池的很多问题 包括安全问题 包括电池的衰减问题 甚至包括能量密度的问题 它的总重量也可以大大的降低 当然我们国内也有产业在研究固态电池 但是他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说对于中国的电池企业来讲 因为现在我们投入的都是去 投了大量的研发和产能 去做现在的业态的锂电池 他认为中国的厂商如果不愿意放弃这一块的商业利益的话 以及不愿意去推导我们的投资的话 我们很可能在未来的全固态电池这一块 会丧失了占领市场的先机 这个是值得我们产业去思考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投资了很多做现有的锂电池 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全固态电池有可能 会不会你以为你在锂电池上实现了弯道超车 结果日本那边直接在固态电池的领域 从另一个弯道又把我们给超车了过去呢 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 丰田同时在研发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电池的衰减 这个是一个电池衰减图 用了十年之后长期使用后的衰减图 我们看一下第一代普瑞士它的衰减 它本身的电池电量不是很高 但是它衰减还是有些明显的 你看衰减将近一半 然后到第二代普瑞士的时候 基本上衰减就是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样子 然后重点在这 你看它这里举了个什么 CHR和伊斯沃 这是什么车 国产的CHR和我们的益泽 这个车是在去年的广州车展展出了他们的纯电版本 而这个电池你看 它本身容量也很大 但是它的衰减曲线优于两代的普瑞士 也就是说丰田在未来将会在中国生产的 这两款的纯电动SUV上 它的电池衰减应该是可以做得非常好的 这是丰田专门投入了去研发 而且他们其实到现在都没有承认说 他们在全球的第一款纯电车到底是什么车 但从这个表可以看出来 应该就是我们中国应该在来年 我估计就是大半年内会上市的 CHR和伊斯沃的纯电动版本 这个值得期待一下 这个是丰田的一个电池的全部局图 电池生产商的一个合作图 你看丰田自己是生产电池的 普瑞斯什么的混动车电池 他们自己联手Panasonic跟联手一些企业 在自己生产电池 但是除此以外 他们也会跟外部的合作商去合作生产电池 这个是我们宁德时代 这个是比亚迪 这两家是中国的企业 因为丰田预测说 中国未来的电动车的产量还是很大 而按照他们自己现在的对电池的产能 是不足以应付以后 他们在中国卖的纯电动车的 因为他们现在生产这些主要是油电混动和插电混动的电池 那个容量还是比较小的 那这个图就充分说明一切了 这是全球的纯电动车的销量版图 这边七彩的都不用看 就看红色这一个就行了 红色就是咱们伟大的祖国 占了整个市场的3.3%是纯电动车 已经是70万台了 这个数据很厉害吧 是吧 中国就已经占了全世界的电动车的半壁江山以上 2018年121万台的销量 但是丰田非常明确说 他们非常清楚中国的这块数据是靠政策打出来的 是靠强力的政策的引导和补贴政策打出来的 而他们真正希望去做的是什么 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车的产品力 让大家去接纳电动车 而不是通过补贴 所以就有了丰田他们对于未来的整个电力驱动的车辆的商业模式的思考 这个非常多 从研发到租赁到销售到检测二手车电池再利用 这些我们不细看了 然后在此基础上他们要落到产品上 他们将会在日本投放超小型的EV 这是丰田做EV普及的第一步 就是这台车 是不是很像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老年人代步车是吧 真的就是一台老年人代步车 这台车是用来应付购物短途出行什么拜访这样 就是在日本那些村里面用的 这个车非常小 长2米5 宽1米3 它的上市时间将会是2020年冬季 就是明年的下半年就会在日本上市了 这个车非常非常小 搭载一个锂电池后驱的 然后它的最小转弯半径只有3.9米 很小的 现在没有汽车是坐到3.9米的转弯半径 我不知道我的宝骏E200转弯半径是多少 但是这台车的实车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的 这回我们看了它实车 比宝骏E200还要小 尤其是它还要窄 日本人造车非常注重把这个车造窄 因为他们要停车 经常要把这个车停在两个房子很窄的 过道中间还要有人可以过 所以他们真的不喜欢把车坐得很宽 按照他们设计师的说法 就是这个车要坐到两个人并排乘坐的最窄的宽度 我看了这台实车 我发现它做的外形 谈不上精致 但是非常的实用 你一看就知道 这就是量产车 绝对是一台可以量产的车 然后车厢里面 其实布局这些都还挺合理的 屏幕、空调按钮做得很大 但是你看它这个窗 你看它这里有一条玻璃的分界线 上面这一半是降不下来的 然后只有底下这里有一个扣 掰开之后 这个窗是直接是这样推开的 也就是说它连这个窗的升降机构都没有做 原因就是这个车的车门非常薄 开起来很薄 这车的安全性我认为是有点堪忧的 但是他们工程师说了 说为了这种车的上市投产 日本的产业可能会推出一个新的 在目前的JNCAP的碰撞的基础上 会推出一个专门针对这种低速代步车的 一个新的碰撞法规 简而言之就是碰撞的标准没有那么严格 如果你拿这个车去做现在的日本那种碰撞 时速是64公里去撞 可能这车就散架了 但是这个车的急速只有60公里 所以他们到时候坐这个车碰撞车 是可能用的速度就是40公里之类的 也就是说他们会专门针对这种车 也会有产业的其他的配套 好刚才我们说这个车是2020年冬季上市 同时丰田还会上市另一款车 就是这个电动的滑板车 这个我一会儿给大家讲 然后在他们商业版图里头 还有其他的车辆 商务用途的超小型EV概念车 这个车就是意思就是你可以在车上移动办公 吃早餐啥啥啥啥 这个是一个好玩的车 然后还有电动的轮椅这些 电动轮椅在这 然后电动的滑板车在这 丰田你看它很简单 它就拿了一个这样的场合 就给我们来试驾体验这样的车 这个车是这样开的 有一个把手 喇叭 什么 还有行径中可以调音乐 让行人让开 然后它的最高车速就是 6公里的时速 我看的说明书说可以到10公里 但它给我们试驾的时候 就只开了这三档26 6公里时速是多快呢 大概跟大家讲就是这个速度 就是这个速度 比走路稍稍快一丁点 然后十指掰这里就是油门 这个是油门 上面这个是刹车 我也开了 开得挺开心 这车在过弯的时候 这里有个发脚弯 我直接披进这个发脚弯 它会自己收油 它不会让你保持6公里过去 因为翻 它会自己收油 确保你可以过这个弯 所以还是挺安全的 但站上去之后 人会高了一截 这种车 其实就是给你在日常的街区 代步 尤其是应对一些行动不便的人 其实我们即便行动这么方便的人 有时候我们有些路也懒得走 比如说这里去停车场 有那么七八百米距离 有个这样的东西 叫做跛脚 代步过去 挺好 然后呢 当然方田除了做这些 完全是给代步的以外 他们还提出了一个爱车的概念 爱车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是他们做的 《面向未来》的一台概念车 这台车样子很概念 但它其实主打的是 它里面有一个叫做QE的 一个人车互动的系统 这个系统是通过云端 可以分析这个人的各种爱好 简单来讲 就是各种的数据都被他收集了 比如说你喜欢听什么音乐 你喜欢去哪里 你喜欢听什么新闻 你的一般来说是一个人做 还是几个人做 各个人的喜好如何 他全都会收集 然后通过云端的分析 然后就做到 他跟你之间可以自如的聊天沟通 你坐在里面 他就像你的一个朋友一样 可以照顾你 可以知道你需要什么 比如说你开车时间开久了 他知道你困了 这时候他要么就提醒你休息 要么就座椅给你按摩一下 要么就是他可能会播一些你感兴趣的新闻 给你听一听 播一播球赛 说你喜欢的球队 昨天输球了 什么什么这样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车设计的非常概念 当然投场的时间未明 但是是一个理念 然后再来看这台车 我刚才说过 这是来年的东京奥运会放在奥运村里面 给运动员用来做代步的一台全自动驾驶的小车 这个是演示了他给一些 比如说在长运会 长级人也可以很方便的上车 这个车其实它很短小 它的全长只有5米2 就一台G18的大小 但是它可以塞进去20个人 当然是站着了 20个人都可以挤在里面 它是个短途的 只在奥运村里面用的 也可以同时放下4个轮椅 那就很方便了 这个车主要就是用来展示在一个小区域内的 这种全自动驾驶 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关键是它会应用 它明年真的就会在奥运村里面会行驶 丰田造了20台这样的车交付给奥运会去用 然后这一台 这台是他们做了演示很好玩的一台三轮小车 这个车好玩在什么地方 就是它过弯的时候是这样的 非常魔性的过弯的姿态 它会自己的控制这两边轮子的升高降低 从而去调节什么速度下 要用什么侧倾角 然后它的转向和驱动都在后轮 所以它过弯的时候 你会看到侧倾之后 是尾巴在那里的甩动 真的就是这种动作来过弯 所以很魔性很骚的一种姿态 我没有开 去开过的一些媒体朋友说 还挺容易操控的 但这个车头产的时间未明 我觉得玩乐居多 然后这一台 就是这回他们发的一个 其实是量产的车型 这是下一代的Mirai 氢能源的轿车 目前的一代的Mirai 未来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车是2014年上市的 到现在丰田已经生产了1万台这个车 其实以一台纯氢能源的车来讲 还是挺厉害的 氢燃料电池 他们现在的产能已经做到一年 可以生产3000台 然后2014年推出 按照正常的节奏 现在2019 明年2020也该换代了 于是他们就做了下一代 就成了这个样子 样子漂亮了很多 原来那个笨笨的 有点像一个深海怪鱼的样子 但是新款这个 就像一台很有格调的轿跑 而且它也从前驱变成了后驱 这车现在就是完全是一个轿跑的形状 但是它的比例也很特别 这个后面显得很长 这后面拉得很厚 还是比较特殊有自己味道的一部车 但是很漂亮很高级 车厢里面的所有的用料也都高级了 然后当然随着丰田这个氢燃料电池的普及 他们生产了1万台之后 他们也摸到了很多降低成本的手段 所以这台车的成本也会降低 所以他们希望这台车可以更加走量 也就是说你看 丰田自己的氢燃料电池的技术 就已经去到第二代的量产化的产品了 我们国内还没开始起步 是吧 然后你看这是一台氢燃料电池的大巴 它的整个氢燃料电池的动力系统是放在车顶的 然后这台车他们这回演示了 除了说便于残疾人上下的超低地台以外 它还演示了一个叫做全自动驾驶的停站系统 公交车靠站的时候 每次有时候靠得很近 有时候靠得很远 师傅的技术和操作每次都有误差 但是它现在用全自动驾驶来靠站 它可以靠到这么近 真的就是一个手掌这么近 就这么一条小缝 其实你要轮椅直接撵过去都没有问题 不会掉进去 所以这个是全自动驾驶的一个很好的应用场景 然后丰田的氢燃料电池组已经非常成熟了 刚才我们看到的Mirai那台车 它是用了两个电池的模块 就是那种反应堆模块 然后刚才看到那台大巴用了10个 然后现在看到这台小车 它就一个模组放在里头 它有什么用呢 它是一台在街上自己在到处乱串的一个小车 因为氢燃料电池它是吸进去氧气 然后反应反应反应之后 它再排出水 他们自己说了 这个车本身氢燃料电池在运作的过程中 它就是一个空气净化器 他们如果按照PM2.5来算的话 它吸进去的空气可以净化再排出来 排出来的空气比吸进去的还要干净 所以这样一个东西将来可能它就注入液态氢之后 它就在街上这样巡逻 就可以起到洁净街上的空气的作用 当然它本身还是个广告车 它这里有个液晶屏可以在上面打广告什么的 一些大型活动交警用来封路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么一个东西自动在那里走 这是他们展示的一些应用 这是丰田的氢燃料电池的目前技术的一些普及方向 包括外星登陆车 刚才我们看到的各种的商用的车辆 还有这边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企业的大巴 已经在直接跟丰田合作 在用这个氢燃料电池的系统 包括福田 中国的一气金龙 他们都有氢燃料电池的大巴在用丰田的系统 所以这是一种国际合作吧 大家一起去推动它这个技术的成熟发展和成本的降低 好 然后大家看这么一个建筑物 这是我们车展行程的最后一天 我们去了丰田的一个叫做 Toyota Research Institute Advanced Development Advanced Development 就是他们的先进科技的一个研发中心 TRI是丰田的全球的研发中心 但是后面-AD就是专门做先进科技的 这个研发中心很有意思 坐落在东京市中心的一个大楼的 顶上有几层 我们去的时候办公室才刚刚装修 但就这么一个东西 它投资了28亿美元 基本上可以在国内建三到四个整车的生产厂 这么一个规模 它是丰田电庄和爱信的合资 实际上电庄和爱信都是丰田的持有股份的子公司 所以其实都是他们自家的 专门用来研发未来的先进技术 他们希望这家公司能够成为世界一流的软件和技术公司 制造世界上最安全的汽车 这句话一听就知道了 它的方向就是去研究未来的智能和安全的一些系统 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公司里头工作的都是些年轻人 而且来自世界各地 而且有很多华人面孔 像这个给我们解释的是 刚才雷克萨斯的那台概念车的UI系统 怎么设计的两个年轻人 这是不是像互联网公司 不像一个汽车企业 然后还有美女给我们在介绍的是 他们的一个UI的实际的研发的其中一个步骤 就是放到车上去做这种检验 就刚才那两个小伙子负责把UI设计出来 然后这个年轻美女她负责把它用来做检验 检验的方式你看这里有一个房子 里头有两个驾驶模拟器 就跟我们玩游戏一样是吧 但是他们在操作这个模拟器的时候 会带上一整套VR的系统 然后这个驾驶员就可以在VR系统里面看得到 我们刚刚设计的这个仪表 它是否合理 它会不会挡视线 然后我可以操作车子看看 操作的时候这个系统是怎么运作的 我在切换模式后它是怎么样的 然后外面就有工作人员一直在可以去验证 这里不合理 这里哪里哪里不合理 可以去马上去做调整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现代化的 快速的通过VR来提升了研发效率的一个系统 同时它是真正的去验证它 这套东西还挺先进的 你别看它这个看起来就是两个座椅 一个方向盘它底下还有整套的G值的监控系统 坐上去的时候还得系4.4安全带 他们说这个还可以用来做一些很高性能车的G值模拟 都是可以的 所以人在里面你看到的是VR 但是你的身体感受到所有东西都是非常真实的 这个基本上就是替代了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再开到路上去试验 然后他们也给我们讲了很多丰田自动驾驶的目前的进展 这个我跟大家作为科普分享一下 就是丰田的一个表里头说 自动驾驶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一大堆 这个表真的是一大堆 比如说车子的突然加塞 你看还存在其他哪些事故 各种的事故 传感器的死角 包括遮蔽 路上的横握 你看路上握着一个人 目前的自动驾驶是探测不到的 还有突然窜出来 还有各种的 反正你看大于15公里的自行车可能也很难探测 还有没有逼让等等 这些丰田把它归类为几个 没有发现对象物 对象物突然行动 还有高速度 高相对速度 还有老年人驾驶能力下降等等 这些都是他们未来的自动驾驶要解决的问题 是不是非常的实际 然后这个图表 其实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自动驾驶的L1 L2 L3 L4的这种各个级别 这回我跟他们的工程师深度交流之后 他有一些改变我的观念 首先他说其实L2 L3 L4 并不是一个递进的关系 不是说你研发L2再升级一下就变L3 L3再升级一下就变L4 不是的 尤其是L4这个全自动驾驶 它的很多的设计理念跟L3之间是不存在关联性的 所以他们现在研发的方向就是L2 L3要做 但是L4也同时要做 这两个要同时做 之间可能可以分享一些数据 你看比如说L4的技术和数据可以下放到L3 但是他们总的来讲分成两个大的部分去做 一个是私家车 就是私人拥有的车辆 还有一种就是出行服务的车 就像刚才我说的公交车奥运车用的车辆 出行服务的车就是它不属于私人拥有的 它可以搭载更多的前瞻性的技术 也不用考虑成本的问题 但私家车它要考虑更多成本的问题 这台是丰田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做自动驾驶的 研发的一台试验车 是一台雷克萨斯LS 车很大 但是它搭载了很多的传感器 它这些传感器你看做成这个样子 但实际上它里面是可以随时去替换不同的传感器 去做测试做试验的 车顶上你看它现在做得很漂亮 其实这里头有好多的传感器 然后尾部也是搭载了很多传感器 这台车现在已经可以实现L4的自动驾驶 在真实的道路上 当然它还不能投产 然后丰田的自动驾驶的路线是这样子的 这个我得给大家细说一下 私家车私人拥有的车辆 它是2017年实现这种驾驶辅助 2020年的时候可以在汽车专用道上面自动驾驶 就是比如说高速公路封闭的情况下 它可以自动驾驶 其实就像现在的特斯拉那样 然后early202几 就是大概2025年之前 可以实现堵车的时候的驾驶 就是堵车的时候你可以玩手机 然后2025年之后 它要实现汽车专用道完全自动驾驶 普通的道路也可以自动驾驶 就这个车可以自己拐弯 自己看红灯 自己避让行人这样子了 这是私人驾驶车辆 这种叫做Adas 就我们现在常见说的Adas Adas 其实它是专门用来辅助驾驶员的一套系统 但是在出行服务这边 它根本不需要遵循这一套 我们现在说的私人的这种自动驾驶 车子能够做什么 它不需要遵循这一套 它直接就上来在限定的地区 这个车可以自己行动 限定地区的大规模实证 最好的就是像东京奥运村这种 丰田市可以去开发整个奥运村的高精度地图 高精度到什么程度 就是马路牙有多高 那里有一颗小草 它都能放到地图里 于是这个车真的可以非常可靠的在里面运行 但没有高精度的地图的话 它就得要依靠其他更多的传感器 那总的来讲 它们会逐步逐步的在各种地区去商业化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工厂厂区 居民小区大型的 基本上都是可以通过高精度地图 去实现这种未来的公共交通的全自动驾驶的 好了 讲完这么多 都是未来的东西 下面放一个我喜欢的车丰田的86 这是这回它们的试驾体验场 除了一些未来的科技以外 它们还有一个小区域 是86在这里飘移 可以带带飘移 然后当然还有新的Supra 我没有抽到签 我无缘去坐这个车 所以我挺想坐一下 也是在那里小场地飘移 但最魔性的是 Supra飘移的场地的背后 还有一台丰田的Sentry在那里开过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它们其实也提供了 一些有代表性的车型给国际的媒体去试成 包括Sentry 包括Alpha 包括新的卡罗拉什么的 但是因为我们时间非常有限 我们也没有去轮后去试成它 但这个已经证明了 丰田其实它依然在做着很接地气的 或者说很实际的市场上的产品 然后最后这张图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 在东京的台厂 有一个叫做MegaWeb的地方 是丰田建的一个大的展场 这回这个展场被日本的汽车协会征用来做东京车展的一个分会场了 所以没有那么多的丰田的展车可以看 但是我还是去看了这个叫做历史展馆里面摆了很多的老爷车 然后历史展馆里头我这回重点去参观了它的车模的长廊 我这里有几张照片 这是丰田的雷克萨斯的LFA 这是一堆的86 这是丰田的各个年代各个版本的皇冠 还有这是丰田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台超跑叫做2000GT 这几个都是车模 但是大家这么看过来 其实你能看到丰田不是一个只生产买菜车的企业 它其实一直以来它也生产一些比较富有激情的产品 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中继的产品 当然还有86BS的一些天书什么 它有一个图书馆 然后这个是2000GT的实车 带着去MegaWeb可以看到它非常漂亮的一台车 甚至它有一个专门修复老爷车的一个小的场地 它不只修复丰田的车 这里也修复奔驰 也修复本田的小Monkey的摩托车 这个产地我在之前上个月我去宝石杰博物馆里头也看到 也有这么一个产地专门修复老车 这就真的是很爱车的企业才会去做这种的服务和这种氛围的东西 这是他们的咖啡厅 可以在那里做的购物什么的 强烈建议在去东京玩的话 可以去台厂MegaWeb去玩 这个地方可以消耗一天的时间 然后最后这个就是来年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的主场馆 现在正在兴建中 带我们去参观了 但是没让进去 这个场馆看起来没有我们鸟巢那么高大上 但是你看底下两台车 这个是丰田的皇冠的出租车 当然它有各种带的 这个是最新一代皇冠出租车 这个是他们专门为未来的东京奥运会研发的一台新的叫做Japan Taxi 人家有London Taxi London出租车 吉利现在把它买了 他们这回做了一个日本出租车 是这个样子 也是丰田造的 这些都是为来年的东京奥运会 丰田做了很多准备 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赞助商 同时刚才大家看到的很多奥运会的那些自动驾驶的车辆 也会在来年的北京的冬奥会上也会用到 因为丰田也是冬奥会的一个主赞助商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整个所有的内容了 其实我主要还是做了信息的搬运工 加了一点点我自己的思考 我自己认为几大触动我的地方 第一 丰田说它要做未来的移动出行服务商 这个不是一句空话 它真的是落到行动上 落到产品上去做这些研发 第二点 丰田的新能源车的布局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虽然有很多人可能会看 觉得说丰田你们在电动车上已经落后了 实际上你看它在混动车 插电混动 还有氢能源 这些整体的布局上 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前瞻的 第三点 就是丰田对于自动驾驶的研发 也是非常全面的 它不像某些企业那样 出了一个新的功能就大做文章 丰田它考虑的是全方位的 全场景的 从私家车到商用 从不同的公路场景到不同的年龄层 它们的需求 我当时发了一条微博 我说 我听他们讲这个自动驾驶 讲完我的感受是 如果有一些新势力的车厂的研发自动驾驶的人 听了丰田这个讲解之后 他们可能会崩溃的 觉得我们会发现 哎呀我们不用玩了 真的人家大厂已经玩到这种程度了 所以丰田真的就是一个大厂 今天就是给大家 把我三天的东京车展的行程 我的所有的接触到的信息浓缩成一个 也挺长的 可能我们讲了四十多分钟 希望能够给大家 不是上一课 而是我们真的有一点未来的思维 技术的思维 去看一个全球最牛的玩家 他是怎么去对待我们汽车的未来的 好这集云屏车就这样 拜拜